面對來自俄羅斯的入侵威脅 美國有一系列的制裁措施可供選擇 但每個選擇都有一定程度的副作用 梁超明報導 美國可以威嚇俄總統普京一個方法 是將俄羅斯踢出Swift財務系統 癱瘓俄國銀行間的資金樓 美歐總2014年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市 曾考慮過這個方法 俄羅斯威脅這個形同宣戰後西方放棄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雖然最有威力但副作用亦最大 有機會傷害美國和歐洲最重要盟國德國的經濟 而是美國和德國對這個方法都有保留 另外一個選擇對俄羅斯傷害一樣大 但副作用沒有那麼大 就是禁止俄國銀行用美金交收 因為這個只牽涉美國聯儲局同時用美元財務機構 但同時因為大部分貿易都用美元交收 將嚴重打擊俄國石油公司 收取外國原有交易的收益 美國亦可對俄羅斯實施出口管制 令俄國不能取得美國的高科技產品 包括戰機和客機操控系統以及手機等 其他辦法還有限制美國財務機構 購買俄國債券 制裁持有俄德間Nord Stream 2的天然氣管公司 甚至直接制裁普京身邊人和他的女朋友等等